當我問第二條問題的時候 那個成員就說 提到那個問題 其中一部份有少少人身攻擊 所有人身攻擊是指侮辱人 但是我不見我說的那個說話是有人身攻擊的 因為我只是省略了少少說 不是說說成一篇大論 因為他說只剩一分鐘而已 但是我起碼是不夠學生玩 我不是說要玩 因為即使他有他論點 我就提出一個提問 就說為什麼在宣傳片裏面 不錄 又開 為什麼在宣傳片裏面 沒有露樣 這樣是不是代表尷尬 如果尷尬的話 這樣配上三回 第一句 第二句他就說 其實我們這段影片不露樣的意思是 因為想創新 那我就在追問 如果你想裁你的意思是創新 但是你不露樣 那是什麼看法呢 即是我看到有很多 即是我問了 即是我看到有很多 學校的宣傳片都露樣 只有你不露樣 那叫創新 你知道什麼叫創新 然後就寧願 以一句自問自答的方式去問他 然後就說 即使你 你怕你不露樣 就至少你害羞 然後這句 他就可以證明我人身攻擊 不過他照樣回答 但我想問到 我說這一句 是怎樣令到你覺得 人身攻擊 我也是想問 人身攻擊的意思是 侮辱人 如果我說你不露人 尷尬 那叫侮辱人呢 我雖然是明白這一點 但是 還是不跟他說 因為很簡單 他是高手 我都算是高手 我怎樣跟他鬥呢 因為 剛才那句 有他的論點 我有他的論點 還有當 我的朋友問我 第二句 就是有人身攻擊 你這樣說 就是 打機 你又沒有露樣 那是不是很尷尬 打機 和宣傳片 是兩回事 你拍得 這些宣傳片 是沒有 預了 預了人看 但我真的想問 如果你說 露樣 即你是創新 不抄襲 這樣在歷格裏面 很多學生 很多學校的學生 都拍得 學生的學生 很多人都露樣 一模一樣 那是不是他抄襲呢 如果 如果 這些不是抄襲 那 你就不要說 什麼分別 我想明白這件事 即是 我聽到他說 不好意思 我想問 剛才的問題 我覺得這句話 有些人生的學生 不過我都知道很難 因為 這個人說的 是比較 很多論點 真的很多論點 那 打機 還打機 宣傳片 還宣傳片 如果你說 打機 一定要露樣 那 兩回事 你宣傳片 你不露樣 那誰知道你是誰 打機 不同 因為打機 不會說 我自己叫什麼名 然後今天打什麼機 不會說出來 你覺得真的會說出來嗎 那 我就 問完之後 我心裡 有一個問題 我 第二次 提問 到底 這個句子 怎麼令到人生攻擊 意思是 怎麼令到你認為 我這個句子 是人生攻擊 是不是 侮辱了你 說你尷尬 不代表侮辱你 你這樣說 你很尷尬 不代表侮辱你 難道 你覺得這個字 難聽過粗口 如果這個字真的難聽過粗口 那不就算 真的難聽過粗口 基本上 忽然 忽然 她說 我人生攻擊 那我又不知道 哪一個人生攻擊 那我豈不是索性 不得 因為都不知道 他在說什麼 因為我也不知道 她的意思是表達什麼 她說 人生攻擊 但是哪一個人生攻擊 差人生攻擊 但是哪一個人 我很想問一個問題 我暗示的 就是我不是罵學生會 我想問清楚 你這樣說 人生攻擊 我都不會人生攻擊 學生會 真的 如果我真的人生攻擊 的話 那我會說 Sorry 因為你想想做個 做學生的榜樣 就是 不可以說錯口 說錯口就是沒有人快 創生 就是我問一個問題 我就心想 創生 你自己在畫面 哪個卡通的創生 她說 至少都不會 好像 歷教生會這樣 露養 我們都是想創生 如果 如果你認為 露養 只是抄襲 的 之前那兩個 三位 拍宣傳片 都是抄襲 你說的 有什麼 分別 總之 這一點的主要問題 就是 到底 我說的這句話 怎樣 令到你覺得 人生攻擊 嘩 上課 真的 不想問 那 露養 和 露養 全部露養 都可以抄襲 你這樣說的話 基本上 你叫人們不要抄襲 今次不抄襲 露養 今次不抄襲 那就又抄襲了 那有什麼分別 那有什麼分別 那有什麼 那有什麼分別 是 是 是 因為我覺得 這個 阿山太厲害 高手了 也是 他形容 你有你論點 我有沒有論點 打我 雙方 唉 大家總之 總之 有個問題 說你尷尬是人生攻擊嗎 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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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粗言為虐 去侮辱別人 即是說些粗道的話 真的 真的 我是山仔母師父 你老爸媽是豬雞 這樣叫侮辱你 不是 這樣叫侮辱你 這樣叫人生攻擊人 即是屌你老媽 你混蛋 你做了什麼 他這樣 這些都是叫人生攻擊人 但我沒有說粗口 不 igual 總之 不知道為什麼 你這成為人生攻擊 我總是有些無奈 感谢观看